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在一个大家庭 她是家中第八个小孩 而当红影星米雪就是她的亲姐姐 比她大十岁 雪梨十二岁的时候 姐姐米雪就已经主演《射雕英雄传》 她也是第一版黄荣 这部戏让米雪一炮而红 成为家喻户晓的大明星 雪梨看着姐姐星光闪耀的样子羡慕不已 也想进入娱乐圈拍戏 却遭到姐姐的拒绝 身在娱乐圈的米雪知道演员不过是外表光鲜的职业 这个圈子的混乱和辛苦是妹妹看不到的 但雪梨是不撞南墙不回头的性格 米雪的劝告并没有让她死心 最终米雪熬不过妹妹 通过自己业内关系推荐雪梨出演电视剧 这部剧便是与周润发郑玉玲合作的亲情 那时雪梨不过才十四岁 雪梨的确很有演戏的天分 她和米雪的明媚灵动不同 她自带虚媚英气 一双眼睛格外有神 一看就是非常有想法的小姑娘 雪梨同心出道 虽然没有一炮而红 但也算得上超高起点 加上她气质独特 还有姐姐的助力 雪梨在娱乐圈的发展顺风顺水 片约不断 她先后出演了TVB几部重点古装剧 合作都是黄日华周润发这样的当红小生 同时她还经常登上杂志封面 参加电台各种活动 娱乐圈的前辈对这个十几岁的小姑娘都非常疼爱 也是在电台活动中 雪梨认识了当时还没有大红的哥哥张国荣 那时的张国荣只是一个电台主持人 虽然发过唱片 还拿过歌唱比赛的亚军 但她和她的歌离家喻户晓还远 张国荣与米雪年龄相仿 也是好友 自然对她的妹妹多加关照 没想到竟然喜欢上这个小姑娘 那时的张国荣也不过二十出头 想早点结婚生子 有自己的幸福家庭 和原本和毛顺宇交往 对方也是个古灵精怪的小姑娘 毛顺宇满脑子都是玩 非常受难受欢迎 张国荣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 她便神傻地去毛家陪父母喝茶大麻将 想着先把对方的父母搞定 毛家对张国荣非常满意 张国荣一看时机成熟 便向毛顺宇求婚了 毛顺宇当时刚刚二十岁 根本没想过结婚 直接被张国荣吓跑了 正在失恋低谷的张国荣 被雪梨吸引 他是个懂规矩的男孩子 先去征求了米雪的同意 米雪本来就和张国荣是好友 她的人品也是有口接杯 自然放心把妹妹交给这样一个男孩 便搓和两人在一起 雪梨便和张国荣谈起了恋爱 但两人的性格差异很大 张国荣年轻时单纯有传统 而雪梨却有着超越年龄的成熟 张国荣喜欢女友穿可爱漂亮的裙子 而雪梨却喜欢穿彰显个性的裤子 两人的恋情注定不会长久 1982年17岁的雪梨去泰国 和徐少强拍摄了恐怖电影《洋鬼》 这部电影改变了他的一生 在拍摄这部电影时 32岁的徐少强已经主演多部武侠剧 大多是英勇善战的大侠角色 徐少强本人身材高大 长相英俊 加上角色滤镜自然是小姑娘心中的偶像 雪梨就是这样的小姑娘 在泰国拍戏期间 雪梨完全沉醉在徐少强的魅力中 而徐少强也是一个情长老手 用一个吻就收复了雪梨的芳心 远在泰国的雪梨还打电话 跟姐姐米雪分享恋情 但姐姐要比她清醒得多 早就听过徐少强的绯闻 劝她赶紧分手 沉寂在爱情里的雪梨早就失去了判断 根本不听姐姐的劝告 米雪担心妹妹还专门飞去泰国 想把妹妹抓回来 但雪梨一方面偏约再生 另一方面情迷徐少强 死活不肯跟姐姐走 米雪只能信信而归 等到雪梨回到香港她已经怀孕了 两人的恋情已经瞒不住了 张国荣才知道自己被劈腿了 当被问到她和雪梨的恋情时 她总是耗面子的说 双方性格不合分手了 而这时徐少强被爆出早有妻儿 儿子已经十岁 雪梨被扣上小三的帽子 一时间所有的谩骂朝着雪梨涌来 她不过十七岁 她的视野全部停滞 不再是大家眼中可爱的小女孩 徐少强没有告诉雪梨自己有家庭 在她怀孕后也没有马上离婚 只是哄骗她自己会离婚 会娶她 这件事也是雪梨和徐少强事业的分水岭 两人子后的视野一落千丈 徐少强再也接不到男一号的角色 给她的角色全都变成了反派 而雪梨之后的角色 大多是心肠狠毒的女人 18岁雪梨生下一个儿子 她因为怀孕没有工作 只能依靠家人和徐少强 最可怕的是 她没有看清徐少强的真面目 两年后她再次为徐少强生下一个女儿 雪梨盲目地相信徐少强 即便她绯闻不断 有多个红颜知己也冲耳不闻 而这时的徐少强确实也离婚了 雪梨好像看到了希望 反复逼问徐少强什么时候肯娶她 每次都得不到回复 在雪梨和她家人的反复施压下 徐少强终于松口 答应和雪梨结婚 并承诺会举行盛大婚礼 雪梨以为自己守得云开 见月明 高高兴兴和徐少强去办理结婚登记 没想到徐少强竟然以 没有带离婚证明为由而落跑 结婚登记和婚礼全部跑汤 雪梨再次蒙碎 面对徐少强一次一次的欺骗 雪梨终于不再相信她 她决定和徐少强分手 付出拍戏 独自养活两个孩子 这时的雪梨连生两个娃都不过23岁 但她已经六年没有拍戏 雪梨虽然叛逆任性 但家人始终没有放弃她 尤其是米雪再次用自己的人脉 包妹妹重回演艺圈 但再次归来的雪梨 早就不是娱乐圈的宠儿 娱乐圈新人辈出 美女更是层出不穷 雪梨连女二的剧本都拿不到 但这些雪梨只能接受 为了养护孩子 她别无选择 这时的徐少强面临同样的窘境 接到的大都是反派 要么是不起眼的配角 此时徐少强受周星驰之邀 出演了《武状元苏启儿》 这部电影刷新香港票房记录 她再次有了知名度 刚好老东家亚氏 想重拍徐少强巅峰之作 《天残便知再与天比高》 凭借这部电影再次获得关注的 她受邀重新出演男主角 这是多年来徐少强第一部主角作品 她想靠这部电视剧重回事业巅峰 当时的娱乐圈和现在的规则一样 演员撑起收视率 要有看点有爆点才有人看 但徐少强这么多年身上只有丑闻 这时她便想到了雪梨 想让她在剧中出演自己的情人 昔日绯闻闹上天的两人 在《天残便》中合体 一定会吸引不少目光 雪梨本不愿意用自己的绯闻炒作 但她的处境也不好 如果靠这部巨火了 以后就有机会拿到更多的片酬 于是徐少强和雪梨 以前合作了《天残便》 但效果却不如预期 根本没人关注他们的炒作和剧情 这也是雪梨和徐少强最后一次合作 次年她便带着两个孩子移民加拿大 此后雪梨便开始香港加拿大两地飞的生活 有工作的时候飞回香港 让加拿大的姐姐帮忙照顾孩子 这时的雪梨却意外地找到自己适合的路线 1995年雪梨出演《神雕侠侣》中的李莫愁 这个角色至今是她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 而古天乐和李若彤这般神雕侠侣 也被称为不可超越的经典 雪梨也成了无法超越的李莫愁 现实中她被渣男欺骗侮辱的真实经历 和李莫愁如出一辙 随着这部剧的热播 让观众投来不少同情票 同年雪梨出演 警示真机档案饰演了一名同性恋 这部剧同样大火 而一头短发的雪梨将角色诠释到恰到好处 通过一个小配角证明自己的演技 虽然雪梨的角色依然是反面典型 她是天龙八部心狠手辣的马夫人 是寻情迹放浪无耻的赵雅 但她每个角色都令人过目不忘 雪梨远在加拿大一双儿女也全部长大 两个孩子对娱乐圈充满兴趣 儿子歌手出道成为演员 女儿获得选美冠军也踏入娱乐圈 懂事的儿女让雪梨欣慰不少 这时的徐少强还在摸爬滚大 虽然已经到了老戏骨的年纪 但她只能在各个剧组打酵油 虽然徐少强娶了小30岁的娇妻 但依然绯闻不断 一边拼命打工养孩子 一边在花丛中流连忘返 所幸徐少强对她和雪梨的两个孩子非常有心 还将儿子介绍给自己所在的剧组 尽力用自己的人脉帮儿子铺路 如今已经56岁的雪梨 已经完全没了年轻时的美貌 和打自己10岁的迷雪站在一起时 反而更像姐姐 当她每每回忆年轻往事时 也后悔自己的无知冲动 也会坦诚告知儿女自己的往事 万幸的是一双儿女豁大孝顺 没有抱怨也没有仇恨 对于父母一概接受 这算是上天弥补雪梨最好的礼物 这些年雪梨一直没有感情上面的绯闻 女儿是滑稽模特冠军 儿子则是从歌手转型到了主持人 如今又开始拍戏 除了儿子和女儿的生日以外 徐少强很少和他们见面 其实和雪梨分开以后 徐少强就将事业中心移到了内地 并且三婚迎娶小自己30岁的女子 不过新任妻子曝光后 不少网友吐槽徐少强的眼光似乎有点问题 这位娇妻看起来与雪梨相差甚远 也许是妻子长相实在太一般 徐少强仍然是改不了寻花问柳的老毛病 和一个叫做罗云奇的网红传出绯闻 这个女孩子生日时 徐少强做出非常亲密的动作 但徐少强坚持说对方是自己的干妹妹 而雪梨早已淡出大家视线 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视线 是在2016年某综艺节目中 那一次她再次扮演了李莫仇 让很多网友泪目 雪梨的一生被徐少强所泪 但她没有像马夫人那样去报复任何人 而是一个人将两个孩子养大 塑造过如此多的经典角色的雪梨 虽然没有再出演影视剧了 但她留下的角色 却让很多人都无法超越 如今退出影视圈后 希望她晚年能够幸福一些吧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欢迎点赞订阅加转发哦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